民进党及立委参选人张美慧竞选总部 确定选址在花联市复国路133号 17号上午特别集结党内同仁以及竞选团队 一同开箱祈福 希望乡亲朋友们以及工作团队都能够出入平安 一切顺利 民进党及立委参选人张美慧竞选总部 确定选址在花联市复国路133号 17号上午除了立委参选人张美慧 也包括荣誉主委卢伯基 荣誉副主委叶仁基 副主委江淑君 总干事林正丽 行政院东副中心副执行长郭英义 民进党花联县党部主委严仙忠 花联县新赖台湾姐妹会会长吴美珠 花联县议员胡仁顺林哲思 市民代表庄一杰欧艳志 及人乡名代表黄登科等多人 一同到场进行开箱祈福 那其实美慧在找寻竞选总部的过程当中 是很多的挑战 可以说是挑战重重 但是也很开心 最终虽然经过一些波折 但是我们还是顺利的找到这个位置 非常感谢这个支持的这个乡亲 他愿意提供出来 今天我们也特别来祈福来参拜 也跟上天说我们的总部在这里 也恳请一切的顺利 大家出入交通平安 那最终能够赢得高票当选 这样子的一个目标 我们向天地祈福来参拜 那也欢迎所有的乡亲 都能给我来到这里走一走 而民进党籍立委参选人 张美慧竞选总部成立大会 也将于11月26号早上9点半 在花莲市国安邮局旁 自由广场盛大举行 张美慧也欢迎乡亲好朋友 都能一同到场帮忙加油打气 并以团结挺台湾决定新花莲为口号 希望在2024大选中 能让花莲可以有不一样的面貌 不一样的改变 以及不一样的未来 记者徐立琴 花莲市报道